说这个因为爱情之前呢 我想先做一件事 我想首先感谢我们 笑里相迎节目组的 各位老师 各位导演 包括球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去年 在笑里相迎 参加了一期节目 说了一段相声 我有了我今天的女朋友 黄露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刚认识这个姑娘 我就开始对她进行了追求 我追了她整整一年半 但不得不说前面一年半 这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停滞不前 在没有这节目 要求我们之前 我前面做这些等于零 吃饭吃饭拒绝 看电影看电影 说没意思 溜弯溜弯说我不跟你走 就所有所有事都是零 但就是因为 向笑里相迎说这段相声 我把吃饭看电影 逛街溜弯 这所有的事 都能因为相声 把它进行了 通过相声的这个桥梁 我们两个现在 才成功地走到了一期 所以说我要感谢 笑里相迎 王露 你看上郭薇哪点的呢 我觉得当女孩出现问题 难过什么的时候 不太希望这个男生 跟他讲长篇大论 给他讲道理 这时候我们不想听这个 我们就想说 有我在呢 我在呢 我来帮你管 尽管他干的事 可能不是那么完全符合我的心意 但是我觉得 在那一刻 我觉得我可能不孤单 有个人愿意 陪我一起承担 你陪伴也是很重要 就是说了半天 我的优点就是 你别管了 我听了半天 我没什么优点 就是说你有担当 可能一句你别管了 那是因为有的时候 我不想让他承担 太多太多的压力 包括这次到现场 我们来参加 笑里相迎这个比赛 我压力特别大 他都不知道 压力大在哪儿的朋友们 就是第一 男女相声非常大的局限性 每一段作品 都是从打地击另盖房 而且男女相声的题材 局限性特别特别地大 这种压力这种痛苦 近一段时间来困扰着我 其实成绩对我来说无所谓 但是我真的 我怕这个成绩 让他受挫折 可能让他 又放弃这个行业了 其实这些 他也都不知道 还真没跟我说过 所以这也是我刚才说的 我觉得郭薇是有担当的 其实我想多说两句难点 我们两个排练特别困难 一旦有作品有科办 有作品不通的时候 我们俩就会交流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可能已经完全 记住到那个情境了 可能声音就大了一点 可能就瞪眼了 我跟他说 你要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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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但每每到这个时候 我们王璐老师 马上就会跳出人物 就变成女朋友了 他就突然问我 你干嘛呢 别排了就这样 不练了 不练了 我马上得道歉 就这个所有的神经 全崩了 先放了作品 先放一边 先道歉 因为你要不道歉的话 别说作品了 可能感情就都没了 我觉得一方面是男女 像是男 另一方面 这又是你女朋友 你就更难 但是比你年长几岁 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自己选的路 跪着也得走完喽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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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